修净土法门最终极的目标 是为了了生死 出三界求生净土 这个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佛陀释迦牟尼佛在世常常提醒我们 这个国土脆弱 人命无常 那无常啊 它的最后啊 都是苦的 不但我们居住这个环境 人避免不了有生老病死之苦 有八苦交间 连三界啊 都已是如此啊 所谓的三界犹如火宅啊 也避免不了的 这个道理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 最终极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求生净土的 你要建立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呢 我们看到现代啊 念佛的人很普遍 念佛的人多 但是他们出发心 而来念佛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有人念佛是为了什么 为了来享受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 去享受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福报太大了 动这个念头来念佛 是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心不清净吗 经上啊 佛虽然为我们说明啊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待遇 都是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没有获得生老病死之苦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来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标 就是一个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本领的 学能力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去培训的 阿弥陀佛来培训我们什么呢 要我们去成佛 那以后成佛 你有使命 什么使命呢 就是要度众生 不是去享受的 所以很多人误解这个道理 就算我们今天 念佛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用这个念头来修行 就算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真的念佛 他真的有这个福报 但是目标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一个学校里面 我们到那边去读书 读书毕业了 那毕业好了 是做什么呢 要工作啊 你毕业好了 你不能待在西方极乐世界的 你要出去工作 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后 你的家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的家在哪里 在十方诸佛国土啊 看到哪一个地方有缘 你就在这个地方度化众生 哪一个众生跟你有缘 你就帮助众生 离苦得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只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方便 一个好处 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我们修学 将来成就了 那你家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 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享福啊 福报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报 但是真正的目的不是在这一个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很多人说啊 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不可思议的 所想的就是 在西方极乐世界享福 不是的 去学习 你这样念佛呢 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用一种享受享福的念头啊 是不能往生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你们很伟大 你们很了不起 将来你们的使命 不仅仅是这个娑婆国土啊 是十方世界 你的对象都是这些众生啊 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过了 阿弥陀佛跟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你们真的太了不起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我将来是要成佛的 不是去享福的 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 像这样的精神念佛 我相信一万当中 通通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肯念佛 肯受持 你们不是普通人耶 真的耶 那不是一般人啊 如果不是大上根 大福德 大因缘 你会念佛吗 你肯相信吗 你肯发愿吗 是不可能的 五量塑经讲得很清楚的 过去你修的福报太大了 供养诸佛如来 你才会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欢喜 肯念 肯发愿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好 所以回到家里 你想一想 我将来要成佛的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在我们的眼前 无论在三月二月 那个是鸡毛小事啊 明白吗 不要去计较 你也计较呢 增加你的烦恼了 许远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的 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 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 厄缘的时候 虽然我们会有烦恼 但是这个烦恼很快就转过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好处 真念真修的好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相信你能够做得到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就算狂风大浪 你能够尽得起考验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成佛的 这些境界都是来考验我 来磨练我的心格 让我这个心 让我的业障 赶快消除 业障消了 思维就整了 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 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